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化鈴乾麵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他們已經休息了一~~個多禮拜了 哇,今天台北市的天氣好好的 好,那這個就是他們的招牌 好,那架木表就在牆上 然後一樣是這個日本媒體來採訪過了 老闆娘早 早安,要吃什麼? 好,那現在疫情期間的話 就是就會隔著這個 隔板 隔板,好 我們那個,就是現在有接口支付 是 好,那我今天就想要點那個很經典的 中的炸醬麵 然後加小魚乾 好 還有蛋包 那一樣還要那個綜合湯好了 好 那你要外帶一份那個 我們現在有做的那個給客人外帶生的 生的 對 喔好特別 對,那你可以回家自己 不要來一份試看看 喔好,那要怎麼煮啊 回去之後就是水滾了之後 然後再把麵丟下去 那大概30秒左右 然後下一個可以煮 30秒就這麼快啊 差不多 差不多 喔好 就是麵煮起來都算什麼樣子 也是 那那個調味料的話 就可能要麻煩您先幫我加對不對 嗯 調味料的話 因為我給你生的嘛 你回到家之後 就先 在煮 煮完之後再加 我會給你生的 喔好 那我就是想要那個酸一點跟小辣 啊,中辣好了 好,中辣 那個熟的那一份 然後再一份生的 你可以幫我包一份那個生的那個 好,謝謝 好,就在那遙遠的距離喔 在那遙遠的地方 有一位好姑娘 在幫我白眠 耶 這樣會不會有點冷喔 速度超快的 超有效率的 好,那從這麼遙遠的距離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這個 餛飩是現包的喔 大概距離至少五公尺以上 這蠻特別的喔 回去自己煮 好,那休息了一個多禮拜啦 快要一個月喔 就到今天第三天 喔,是喔 辛苦了 不會,不會 因為那時間也不算是 生意不得好 對,因為大家都害怕 對啊 生意不得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讓客人這樣直接點餐 那有開放那個Line點餐 所以可以在我們的 那個粉絲專頁上面 有Line那個QR Code 嗯哼 對 這樣可以這樣子先點餐 就在粉絲團先點餐 然後就可以直接來去 對 氣象曲這樣也蠻快的 這樣煮好快喔 好快喔 就是我做30秒啊 嗯 現在沒有客人 因為我在想說客人 沒有客人是因為 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說 貴店已經營業了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好,美女謝謝 我生的,我熟的 看一下,我們會這樣子 那算區我就不用給囉 對對對 大油大炸 阿炸醬也有了 OK 好,這樣可以 回去可以試著 主餐看 喔好 DIY去看看 那我們馬上就可以開店了嘛 喔對阿 叫那個 你要開一個永何分店嗎 叫那個小林 小林 小林乾麵 哈哈哈哈 哈哈 這樣講起來應該蠻冷的 其實防疫期間的那個 室內中修比較不一樣 對 室內中修好不一樣 有,我有看到不相同耶 可是好像感覺 好像工作人員好像有少一兩位對不對 沒有,老闆他們還沒來 喔喔 就只有我們三個 喔喔 這樣這樣這樣 辛苦了 老闆你沒什麼客人 那個要大發力士 加油 謝謝你喔 阿你最近好嗎 欸 算還好 欸 對對對 六月底就要換工作 還不知道換什麼工作 阿不要換啦 現在只有時機 就 我們大家都空平時間 阿對對 對啊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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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在那遙遠的地方 可以看到這個 在包文盾 喔這樣也好啦 安全距離 對啊就是 我們都非常準備好 然後這邊外帶 做好之後就是 送回客人這樣子 嗯 有客人就直接在車上洗 對啊 好謝謝 嘿嘿 謝謝 看看自己 好 那這個是 接口支付喔 好那菜單價錢就跟上市一樣 這樣應該很清楚 OK 好那個 版年有介紹 就是錢放在盤子上 然後他會消毒這樣子 蠻高剛的 辛苦了 不會啦 這段時間就是這樣 好謝謝 謝謝你啦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大叔 那緊接著就來到 中原福州乾麵 好久沒有來喔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因為疫情期間 所以客人都非常的少喔 好那這家店在這裡是 非常有名的店家 你好那我要一個 雜醬麵外帶 小的 乾拌麵 欸乾拌麵對 不好意思喔 他們是寫乾拌麵 好因為我一次吃兩家 所以我這邊就要買小碗了 小碗咧 欸對的 謝謝 老闆的手法蠻帥的啊 這跟這個話鈴的話真的是各有千秋 我要加辣像老闆娘一樣辣 沒有啦小辣而已啊 哈哈哈 那這邊一樣 餛飩也是現包的 只是我吃不下那麼多了 所以就看一下啊 只要是現做的一定是美味的 好那我這邊還是點個魚丸蛋包湯來跟話鈴的做個比較喔 好那再來就回家開箱 好那現在就回到家了 就先從這個話鈴乾麵開始 它是已經夾好了 然後半熟蛋 我最喜歡的那個狀態 恩 好吃 好那外帶有點乾是沒有辦法的啦 然後這個麵條是特製的 恩 它小魚丸非常的香 恩好吃 當然運輸的話就稍微會 在當場吃的口感會不一樣啊 這老實說 但是還是好吃 好所以建議啊還是 買回來這幾組可能會比較美味啊 嗯 這邊有蘸到醋比較多地方很濃郁 恩好吃 它就是有點酸酸辣辣的很開胃喔 拿麵條是特製的 啊 好讚哦 讚啦喔 活躍 好,那懷念那個化鈴乾麵的朋友就可以趕快去買了 它已經開了 粉絲團看到消息就迫不及待充去買啊 這就是紅到日本的店家 裡面有小魚乾、有豆皮、還有醋、辣椒 真的很過癮,應該算是辣椒渣辣 特製的麵條,酸酸辣辣很開胃 讚啦,好吃 但是我老實說是90分,因為這個運送過程的關係 現場吃這個麵條會這樣咻咻咻咻的很爽啊 讚啦,味道相同啦,就是麵條的Q勁比較沒有了 好吃 個人建議的吃法加小魚關很好吃 讚喔 再一次這個禁忌的話題 中原乾麵 我早就想拍啦,兩家那麼近啊 哈哈哈哈 吃吃看啊,到底哪一家比較厲害啊 一定各位朋友一定會好奇的嘛 連我都好奇啊 其實這家很多年前我有吃過了 這個運送的過程是相同的 所以它也會相同的狀態 也好吃喔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後面才買的 所以它的麵條的Q度比較好一點 大概差五分鐘啦 其實它們原本狀態之下,兩家我都是平滿分的 真的是各有千秋 但是從麵條上來看,麵條應該是電影是同一家的 我的猜測啦 然後調味上也非常的近似 然後兩家也都非常的客氣 好吃,當然就一定會各有擁護者啦 讚喔 好吃 中原也厲害 讚喔 讚,好吃 不過它算比較純粹啦,就是吃這個辣油醋還有麵條的Q勁 它就沒有像這個化鈴醋可以有很多小菜可以配 也許有啦 我只是沒有現場問 但是基本的條件都是相同的 兩家是不是親戚啊 怎麼這麼像啊 哈哈 再來這個是化鈴的綜合湯啊 好,這家吃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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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小丸子 讚 嗯 好吃啊 餡包的餛飩的餛飩餅喔 很好吃 好久沒有吃到,真是感動 讚啦 這混沌皮也稍微就破了一下 因為真的 放在塑膠袋裡悶一下,真是有差 沒辦法,我們要遵守法規 當個乖寶寶 等疫情結束之後,我們就可以在現場大吃特吃了 讚喔 所以也是90分 不好意思,原本現場吃都是滿分的 湯頭就是清爽,但是真材實料 現場吃就是非常的美味 讚 湯頭就很清爽 喔耶 貨真駕駛大骨湯 再來是這個競技話題之二 中原乾麵魚丸湯 連湯都很像喔,顏色都很像 好,現在就吃吃看 嗯 喔,這次有不一樣喔 這次這個,這裡的魚丸比較 比較滑口 喔,這個丸子這裡開始就有點不同 嗯 嗯 一樣是好吃啦 感覺吃得出來這個 肉餡裡面有 感覺有油蔥酥的感覺 好像感覺變成有點像客家式的感覺 嗯 也好吃啦 只是 不好意思喔 湯的部分我是比較喜歡化鈴 哈哈,但同樣都90分喔 因為悶了都稍微會 有點改變狀態 嗯 湯頭都差不多,都大骨湯 好 湯比較喜歡化鈴 乾麵的話 如果以運送回來的狀態 我會比較喜歡 那個中原乾麵 不好意思 但是現場吃的時候 兩家我都覺得是滿分喔 當然運送方面的話 是 運輸上是 你先買後買會有差異啦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 這個時間差的關係 好 那兩家我就覺得這是 算平分羞涩 讚 兩家都是各有千秋很厲害 都算這個面臨高手 讚 好,我們再看看這個 自己買回來煮的 這個外帶包有什麼東西 有辣椒沙 有醋 有蔥花 有炸醬 有麵 只有30秒 就好了喔 千萬不能煮過頭 不然麵就會軟掉了 我比照外面 先把醬料倒出來 免得會浪費到時間 好 現在把麵條 開下去煮喔 oh yeah 沙沙沙扁喔 好,我的水應該要再多一點 果然這個自己動手煮是 最讚的 感覺這個麵還很Q彈 跟現場有相同的感覺喔 朋友啊 強烈建議一定要帶回家族 老闆娘這個 想出來這個構想非常的棒 我也是粉絲團看到的 看起來就很好吃的感覺 好現在就吃吃看 有這個清零現場的感覺 到底30秒他會不會熟啊 嗯 他熟了 他熟了 哦 而且很Q耶 讚喔 嗯 哦這吃起來就爽了 嗯 好吃 酸酸辣辣 完全就是現場的回事啊 麵條Q彈有勁 讚啊 嗯 超好吃的 嗯 讚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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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現在只有差在我現在好飽喔 這又兩坨麵 好 好那強烈建議不要現場買 要買生的回來自己煮自己搞 就會跟現場的味道一模一樣啊 老闆娘你厲害啊 30秒真的是 嗯 會熟 而且Q彈有勁 完全跟現場吃是一模一樣 好吃耶 哦耶 真的是一百分啊 爽 好那就期待各位朋友去吃吃看 然後這個經濟話題 哈哈哈哈 中原乾麵你也很棒 好吃 好吃 好這個個人認為喔 要現場 自己煮 現場 現場不要買啦 要燜一下這個麵 它真的不適合燜 真的要回來自己煮才好吃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台灣加油 台北加油 各位朋友加油 然後這個我們下部影片 見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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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